我們做寶載飯已經有25年了 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可以賣500多份 每天中午從11點到下午2點 50個爐子要不停的燒 大家好,我是海浪哥 今天我們來到了公園小水 這裡一家做寶載飯已經做了25年 相當有特色,我帶你們來品嚐一下 小妹,我們這個店應該開很久了吧 開很久了啦 從1997年到現在25年了啦 阿妹,你是哪裡人啊 校園本地的 哇,校園本地像你這麼緊張的很少耶 啊,沒辦法啊 現在身份很難做 那你們一直都是在做這個寶載飯嗎 是啊,是啊,有多寶載飯跟湯 那像你們這邊最主要的寶載飯的特色是什麼呀 特色有單點啊 經典雙拼,還是極品三拼啊 都很不錯 那總共有多少種口味 17種,看你喜歡什麼口味 你可以自己隨意搭配的 那價格呢? 單點28 主要一種都加5塊 再買一種加5塊錢 對對對對 還有加芋頭加窩蛋都可以 像你這樣子的話,最好賣的是哪一種? 大唐頭加臘腸 還是排骨 加滑雞啦 這些都很經典 那像這種最好的話,一天可以賣幾鍋? 固定啦,比較新鮮 就是今天這個東西賣完了就沒了 明天再來 賣完了就吃別種的口味 這個裡面加的是什麼呀? 它是乳湯 一鍋乳湯,天天就是老乳 那你這個老乳用多久了? 從開始就開始20幾年了 每天就是新的在一起 另外再放下去,一直更新更新這樣子 這個店是重新裝修 以前來我來吃過都不是這樣子啊? 是啊,現在是從那個鍋換成懷舊的土砂鍋 味道比較香 怎麼有這個錫子的鍋啊? 錫子主要是做外賣的,比較快,比較保溫 像在店裡面吃的話,那就是用這種砂鍋囉? 對對對,用砂鍋現做的,生米現做的 味道比較香一點 那你現在有幾個爐啊? 48個 那你幾點的時候就開始要這樣子備料啊? 7點多送貨過來就開始了 爐的東西都要一個多小時啦,慢慢爐慢慢爐 10點半堂食的客人就來了 那一般最忙的時候是在什麼點? 忙到1點半、2點 其實週末會一直忙到晚上 下午有人來也就一直做啦 那一般都是什麼人來吃會比較多一點? 本地的啦 以前都是台灣那個金門的都過來 一來夏便就要來這邊吃飯 那也沒有人收土地這個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交土? 都是自己在做 那像你生意這麼好的話 最好的時候一天可以賣多少鍋啊? 平時兩、三百啦 週末好一點會三、四百 週末的時候人多會排隊 最多的話有多少人排隊? 滿滿都是啦,滿街都是啦 等了一個多小時也在等 那像這樣子做下來一鍋的話要多久? 15分鐘左右 這就是做好的保仔飯 那裡面的料你可以隨意加 加一樣是五塊錢 像我們這一份裡面有加了四樣的料 有豬腳啊、大腸啊、香糖啊、滷肉啊 這一份是滑雞啊、香腸啊還有排骨 我們還點了一個鴨劍酸筍湯 這是中婚的15塊錢 你們可以看一下料非常的多 我們看起來不斷是色香味劇前 而且料非常的多 現在聞起來也非常的香 它這邊的生意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們在拍視頻的10點多 它就開始在備料 到11點多內整個堂食都做滿 包括整個煮廊都做滿的人 那我們現在來品嘗一下看味道如何 首先它這個飯真的是非常的入味 因為它這個飯 讓你這個老爐都可以煮 還有這個料呢 它是煮過滷之後再放進去的 所以都吃起來不但非常的香 而且真的很入味 那像它這裡面是放了芥菜 像這種芥菜我們閩南人都會很喜歡吃 放這種芥菜進去煮起來的飯 它會更加軟弱一點 吃起來它的口感會再更好 它這家的保仔飯已經做了25年 而且在這邊做圍內 口碑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可以過來品嘗一下